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就是说修行的人看问题 他是尽可能站在佛性的角度去看 因为人是善恶同在 很多朋友能接受这种概念 对吧 人有好的心善良的一面 同时人有贪婪欲望的一面 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我觉得真正顺天意的就是顺应你善的一面 佛性的一面 内心中佛性的一面 而今天出现了社会大的变革 就是我曾经说过的 看待任何事情小到一个人 大到一个社会 它是一样的 BBC有篇文章 实际是翻译的英文的文章 就是当今天的文章 就提到现今的中国 其中全会闭幕了 等着开这个十八大 在这坑截上 美国在大选呢 他就对比美国的大选跟今天中共的权力的更替 来对比着今天中国社会到底在发生了什么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领导层神秘的巨变 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一登出来的文章 文章对比着今天中国选举最高领袖和美国的大选 文章讲说 美国明天大选投票 世界媒体的焦点集中在华盛顿 但是在世界的另外一边 可能比美国大选意义更加重大的 中共领导层的更替也在进行着 十年一次 这是有史以来 第二次 中共的最高层将自动退下 将权力转给下一代 很多西方媒体是这么说的 我不太认同 一直跟大家讲 那2002年 当时是宫廷政变 张万年出的头 我估计是曾庆红使的坏招 把胡锦涛恶心了 所以造成了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两年 也造成了政治局常委从七个变成九个 所以遏制住胡温本身的真正的想法 那以至于到后来 无论出现什么状况 胡温又有一份 而实际的很多好处呢 却被江家帮拿去了 文章接着讲说 可是当美国选民们对他们的候选人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了解甚多的时候 中国的老百姓却对政治程序依然处于被隔绝的状态 在中国 政界人士不仅都留着同样的被染黑了的头发 他们的讲话也都大同小异 令人费解 苏联政体研究这门艺术在现代的北京城却依然活跃而且盛行 学者们在官文行话当中寻找着隐藏着的信息 或者在党报中计算着某些特定的词使用的次数 他是英文翻译过来 所以大家看起来有点别扭 他也有一些隐语 其实这里呢 无外乎就说一句话 美国人都知道奥巴马要干嘛 罗姆尼要干嘛 而奥巴马和罗姆尼尽他们最大的可能 告诉老百姓 我这么干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什么好处 而今天呢 在中国社会呢 大家伙一块猜 谁上去 谁下去 然后大家猜的合适不合适的彼此还得打起来 你笨蛋 我猜猜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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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而那少数的那一小撮 二三百号人在一块传过 大家记得我说一个词 卖驴的 他们自己又是驴 骚吗 见着女人就上 见着钱就赚 他们就骚吗 同时呢 他们又是卖驴的 你卖我 我卖你 黑箱操作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北方卖驴的呢 冬天 特别冬天卖驴的时候呢 北方冬天冷啊 人们还揣着手 穿一个大黑棉袄 卖驴的就俩老爷们把这手啊 揣到这袖口里去 就开始掐 就像一二三 我也不知道怎么掐 反正就掐 掐好了 咔嚓一使劲 这驴卖了 卖驴的 就是这么回事 老百姓还算那头驴牙口怎么样 看清楚没有 所以我们在看中国的领袖们 就像他们驴是 牙口怎么样 掰开看了 没看清楚 有个丛牙 保不齐 不对 你眼花了 咱们看领袖们 咱们的领袖是这么出来的 但是呢 咱们没权利吗 怎么办呢 咱们又没事干 因为被人给控制着呢 所以就弄点什么 无论是邂逅语啊 还是骂人不吐脏字啊 来解解心头之恨 我个人觉得 也就是这篇刚才那一份文章 就很文化的话 其实描述的就是刚才那段意思 文章接着讲说 当中国共产党小心翼翼的拼凑着 这些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简历的时候 人们对许多可能领导人的妻子的了解 比他们的观点看法了解就更多 这是西方人的写作的方式 西方人很愿意把家庭的一些事情 人性的一些事情 带到他们政治的领袖当中去 那表现出亲和和非常自然的那一面 所以这是他 我个人看法 这是他英文在 就是正常的社会当中 在看待一些政治事物的一些社会的习惯 文章接着讲说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 新的领导人是否会带来变革呢 如果中国有任何的指导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就是改革是进步的关键 他说当然当胡锦涛温家宝十年前上台的时候 人们同样抱着同样的期望和想法 当时叫做胡温新政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面 就是这个场面 那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说不是向着习近平向着谁 不是 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顺天意而为之 正像我刚才提到 应该顺着自己人性 佛性的一面 善良的一面去做事 今天的天灭中共就是抛弃邪恶 因为今天的邪恶 今天中共本身贪腐的一面 在他们中共最高层拳斗打斗的过程当中 展现给每一个人了 有一期节目提到屁帘 很多朋友不知道 年轻朋友说什么叫屁帘 后来我给解释了 三四岁小孩呢穿着开裆裤 北方穿着开裆裤 怕扇了 那他大便小便呢 然后就给扇了嘛 怕屁股给扇了 所以弄个屁帘保温似的 今天中共的屁帘给揭了 所以那臭东西就露出来了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看到的 我想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原来一直挂一屁帘 一边一走一呼善 一走一呼善 那小孩走可不就一走一呼善吗 觉得还挺是一道风景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概念 这就是我说的抛弃邪恶的概念 《每日电信报》还写到说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行政 司法 立法 三大部分保持着绝对的权威的时间越长 官员的贪污 腐败就越根深蒂固 要打破他们的权力网也就更难 其实今天已经到了极端化 国有企业的家庭化 家庭占有化就到了最极端化 家庭占有 中共的家庭占有着不同的大型国用企业 成为了他们赚钱的机体 但他们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 以爱国的名义 以爱党的名义 这已经到了最根深蒂固和绝对化 没了 你往下怎么走 往下走的只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打斗 和彼此之间的那种吞食 现在的场面 2012的场面就是吞食的过程 打斗的过程 这就是我说 天灭中共在今天已经走到了 每一个人都看得着了 你看不见叫睁眼瞎 你看不见是因为你不明白 文章紧接着就提到说 今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暴 那中共高层各大家族的腐败行为 相继的被揭示出来 这种被揭示 与他们相互之间的打斗 是直接相关联的 文章后面紧接着就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习近平到底往哪走 讨论习近平往哪走的时候 提到一点 政治局常委从九个又改回了七个 就否定了当初江泽民的做法 紧接着就提到了胡德平 胡德平作为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的代表 成为了一个标志式的人物 这就是说再次对习近平抱有希望 但是经历过胡文新政的年代和时代 人们都抱得谨慎了 所以文章最后他这么讲的 即便大多数人认同改革的必要 但是障碍如此之大 以至于许多中国人认为局面恐将难以控制 正如温家宝现在所处到的事情一样 共产党高层的家人掌握了整个经济战略的制高点 正在积攒着巨额的财富 我们也知道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 温家宝正在接受中共政治局的调查 无论哪一头都将进一步把共产党撕裂 所以这是我说的概念 他这里这意思也是 你改革你将触及到各个家族势力 你怎么面对 因为谁跟钱有仇 谁嫌钱多 这是麻烦的事情 所以文章最后就这么说的 任何新的领导人要打破他们的利益王国 将在掌权者的家族之间引起纷争 仅此一点就会让新的领导人 无法真正的改革 否定了改革 结论是否定了在共产党体制之下的改革 你唯一的出论就是否定共产党本身 改变国号 否定整个共产党曾经的一切 别无出误 这是每日电讯报 在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 星期一写的一篇文章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